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老王 成功的吊上了一个性感女郎 刚准备来一场生猛的肾虚游戏 结果肾就不行了 因为已经不是他的了 一个冷酷的男人用麻醉枪放走了他 然后打开工具包 穿上工具服 划开肚子 拽出肾脏 整个过程无比的熟练 而那颗刚刚准备启动的人工肾脏 已经被回熟了 他将等待下一任顾客 至于被开膛破肚的老王就没人管了 欢迎来到保护伞公司 未来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 已经让医学进入全新的阶段 在这里你可以移植任何部位的仿生机械器官 朋友你耳聋耳鸣吗 近视眼瞎吗 上楼还喘气吗 只要你有任何方面的遗憾 保护伞公司都可以帮忙 我们提供各种型号 各种口味的人工器官 让你的女伴们从此不敢小瞧于你 当然了 这些器官的价格不菲 但也不用太担心 本公司会提供分期付款 缓解你的压力 比如一颗人工心脏 全款60万 加上利息也只需要88万 非常的划算 哪怕你实在还不上了 我们也会再给三个月的宽限 到时候才会去派人回收器官 请放一万个心 我们的器官回收员 都是十分厉害的高手 绝对让你反抗不了 而且他们十分有专业素养 你欠公司眼睛指挖眼睛 欠膝盖指挖膝盖 欠那玩意 只敢那玩意 绝对不贪图任何便宜 什么 内脏被回收了该怎么活 兄弟 你忘了自己签的合同吗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咱们的协议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 话说保护伞公司的回收员 有着严格的等级分化 低级的只能回收耳朵 鼻子手脚等不太值钱的器官 得到的佣金也少 毕竟活简单嘛 等锻炼到麻木不仁的阶段 才可以回收五脏六腑 毕竟这种事情无意杀人 相对的 回收内脏的佣金也最为可观 而保护伞公司最爱的就是回收器官 道理很简单 人工器官的成本十分昂贵 全款贩卖利润并不可观 但只要穷人贷款买 身上的金钱被炸的一干二净后 就可以合法的取回器官 再卖给下一个顾客 如此循环往复 岂不是一本万利 咱们的男主永强 是公司的一名王牌回收员 他和发小黑子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一起当兵 又一起做了回收员 他们回收过的五脏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赚来的佣金那是大大的 活的十分殷实 为此他们在道上 得到了黑白无常的绰号 每一个器官移植者 见到他们无不心惊肉跳 大小便失劲 虽然干这种事等于杀人 但两个人早已习以为常 白无常永强 总是以工作就是工作 来安抚罪恶感 反正对方是心甘情愿签的合同 有这种下场也是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而黑无常则完全沉浸其中 相对于赚几佣金 他更喜欢那种 把别人开膛破肚的美妙体验 两人除了本职工作 偶尔也会拽些外快 因为人工器官的价格昂贵 导致大量付不起贷款的移植者 成了器官流浪者 到处躲避保护伞公司的讨债 活得比过街老鼠还要惨 一旦被回收者找到 就会当场被合法的回收器官 虽然事业上风尘水起 但永强的家庭却越来越破裂 原因是妻子实在无法忍受他的工作 一直在逼他转行 这天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黑子接到任务 目标就在永强家附近 黑子借口上厕所的功夫 就把人给干了 结果不巧被永强的妻子发现了 妻子实在无法忍受 当即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这让永强终于认真地考虑了换岗问题 当天晚上黑子和永强发现了一个器官流浪者窝点 二人换上武器拿上装备 在窝点里鸡飞狗跳地干了一场 虽然也有流浪者试图反击 但无奈二人的身手实在厉害 轻松收割36个器官 又大赚一笔 之后永强二人带着战利品回到公司 经理对他们的战绩并不惊讶 永强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想和经理商量换岗的事 可话刚说到一半就被黑子褶了过去 在回去的路上 黑子不住地劝说永强 他们俩一起长大 一直形影不离 除了撒尿睡觉干啥都在一起 他最了解永强的性格 你媳妇让你转到销售部门 你似干那个的料吗 但永强为了家庭幸福 心意已决 眼见事已至此 黑子只好提醒永强 手上还有一个单子 干完再走吧 这个客人是一个洛伯特的音乐家 当他看到永强出现的时候 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没有做过多挣扎 老老实实地躺在了地上 永强深吸一口气 准备给自己的生涯 画上圆满句号 可就在使用电击器时出了意外 一下子把自己电飞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身处医院 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经被安上了人造心脏 经理还在那按部就般地 介绍人造心脏优良的功能 还有人性的贷款服务 可永强明白 这究竟代表着什么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自己里面的猫腻 但想摘下去已经不行了 这是他唯一活命的方法 黑子一直在劝说他 没什么可担心的 只要咱们黑白无常继续联手 把业绩维持稳定 还款什么的根本不用担心 永强只好拖着 还未痊愈的身体开始工作 可换了心脏的他 不再像以前一样果断冷血 在执行任务时 居然于心不忍 无法再开膛破度 而妻子也因为他 又干起了这个勾当 忍无可忍 正式提出离婚 连孩子都不让见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几个月 他终于收到了公司的 器官移植催款单 为了赚更多的钱 他只好尝试做销售工作 可是因为不会骗人 总是说实话 把顾客吓得屁滚尿流 他也尝试了毒马 打麻将 斗地主 买彩票等报复行为 可全部宣告失败 只有好哥们儿黑子 依旧陪着他 安慰他 单身汉的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咱们继续纵横江湖 快意安愁 想杀贼就杀贼 多痛快 但黑子想不明白的是 曾经那个撒法果断的 白无常永强儿去哪了 怎么连器官都收不回来了 看着余气一个月的催款单 他带着永强 来到了另一个流浪汉窝点 这里聚集了 许多还不起贷款的移植者 黑子随手就抓了两个 丢到地上 让他赶紧办事 结果永强彻底拉了 迟迟下不去手 更难过的是 还被醒来的流浪汉给打晕了 等他清醒池 遇见了一个神志不幸的女人 本着不救男人 救女人的基本原理 他将这个女人 带到了一个小旅馆 通过扫描永强发现 这个叫刘英的女人 堪称浑身都是宝 身上除了心脏 七余剩余器官 全都是移植的 连那块都是 这要是在古代 早就死一百多回了 眼看着自己的心脏 再有三天就要被公司回首 永强终于下定决心 对公司的数据下手 他潜入保护伞公司 准备把自己和六亿人的贷款 记录删掉 结果却被好机友黑子发现了 黑子想不通永强 为什么要靠这种愚蠢的方法 逃避贷款 他对现在软弱的永强非常失望 去摘别人的器官不好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大善人了 过去弄死的好几百个人 就不算到你头上了吗 你可这玩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呢 其实本牛书也有想不通的地方 黑白无常作为保护伞公司的 王牌回首员 回首了好几千个人工器官 怎么没有攒下钱呢 那钱都哪去了 连个人工心脏都买不起 难道未来的世界资本家 也如此压榨打工人吗 太可悲了吧 删除数据的计划失败了 永强只好回到旅馆 带着刘盈正式开始了 流浪逃亡之路 他们俩躲在了一个 废弃偏僻的烂尾楼里 在那里永强得知 刘盈是因为吸毒 才坏死了这么多的身体器官 但永强没有嫌弃他 你只要没有以瓢子养毒子 无限循环美滋滋 你就是个好女人 以后我偷电瓶子养你 当下相依为命的两人 干柴烈火鸡飞狗跳 把整栋废弃大楼都给震了 这天一个不速之客 忽然到来 正是公司派来的回收器官的人 只是和永强共事的各级回收员 都拒绝接永强的单子 所以公司只能派了个 割耳朵的菜鸟来一探虚实 然而这个割耳朵的菜鸟 根本不需要永强出售 就掉进了一个简易的陷阱里 永强还没来得及高兴 只见地面紧接着坍塌 刘盈也不小心掉了下去 摔伤了人造膝盖 谁叫他们那晚 震得太厉害了呢 虽然收拾了菜鸟回收员 但永强知道这下捅大篓子了 公司一定会下达必杀令 到时候说不上有多少人 要追查自己 为了能逃离这个势必之地 他和刘盈驱车来到机场 准备逃往国外 原本靠着保护伞公司的干扰器 他们可以顺利通过安检 可刘盈被摔伤的膝盖 突然流血 引起了机场保安的注意 而此时公司已经将永强的赏金 提高了好几成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眼看着身份暴露 永强被逼无奈 打了罢 一番激烈的斗争之后 终于将回收员全部打倒 带着英子逃出了机场 随后在英子的指引下 两人来到了地下黑市 这里有一个江湖神医 这个神医专门从死人身上 回收人工器官 然后低价转卖给穷人和流浪者 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做关键移植了 于是介绍了一个人 去了另一家修好了膝盖 可当他们再次返回神医一家时 却发现神医已经被开堂破肚了 下手的人正是黑白无常中的黑无常 现在只有黑子能对付永强 他别无选择 在动手前 黑子试图劝说永强收手吧 咱们继续去祸害别人不好吗 但被永强拒绝了 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黑子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电击期的短路 就是他动的手脚 他就是想挽留永强 陪着自己一直干下去 你人性觉醒个啥呀 立地成佛个啥呀 在这个吃人的世界 你不吃人 别人就要吃你 快个老子回去认个错 永强勃然大怒 和黑子打了起来 两人一同习武 师叔同门 功夫本来不想上下 但永强吃归吃在心脏 不是原装的 打两下就没劲了 虽然一刀割上了黑子 但自己也被铁钩狠狠砸晕 在一阵精神恍惚之后 差点开瓢的永强清醒过来 幸亏刘英 即使用麻醉枪放倒了老黑 但此时大批的回处员 突袭了这里 无数流浪者四散奔逃 纷纷遭到追杀 万幸有个秘密藏身地 永强和流强才躲过一劫 当晚永强看着 其他流浪者的尸体 被丢的遍地都是 人性更加觉醒 也彻底想明白了 这个器官贷款项目 实在太操蛋了 不彻底解决麻烦 千千万万的民众 都将生不如死 于是他决定带着人 进入公司总部 清除所有数据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 咱们述说简短 二人绑架了经理 然后来到保护散公司总部 利用经理的权限 成功潜入内部 在接近数据库时 行迹暴露 永强大发神威 霹雳啪啦地 毕掉了一众保安 紧接着他要面对的是 数据库门前坐镇地 三总部 十大至尊王者回收园 只见永强一头外衣 早已预备好了 无数屠夫兵刃 双方不由分说 爆发决战 刹那间血肉横飞 惨叫连连 这些人包括永强 个个不知开膛破肚的多少人 那是招招毕命 狠辣绝伦 照理来说 分公司的高手 不可能干得过总部的高手 更何况十个打一个 奈何永强天赋一柄 神勇无双 一番血战之后 十大高手 尽数毕命 简直酷到极点 可进入数据中心 两个人又傻眼了 里面没有电脑 只有一个扫描器 想要删除数据 必须挨个扫描人体器官 事已至此 别无选择 抓紧时间 永强忍痛 隔开对股皮 让刘英拿着扫描器 捅了进去 扫描成功后 用502胶水一沾就好了 紧接着再扫描刘英 外部器官倒是简单 俩人还顺便玩的玩小情调 可刘英的内脏也 需要开挡破度 才能扫描 就当他们快完成时 黑子和经理赶到 他们被眼前的 这一幕震撼到了 纵然那个女人 没得气息 可永强依旧 痴痴地安慰着 马上就好 黑子动容 这么做 值得吗 何苦呢 我是在为我们 造的孽还债啊 永强说话间 扫描完成了 可一旁的经理 却催促着黑子 收回两个人的器官 然而黑子的心灵 终于被触动了 他也人性觉醒 一刀做掉了经理 然后从裤装里 掏出一个针棍 赶紧给刘英人 打上一针 然后刘英人 就这么活了过来 黑子送佛送到西 干脆又从裤装里 掏出两个手雷 彻底摧毁了 所有器官移植者的数据 一切就这样 完美地结束了 最终三人 跑到了美国 管不到的世外桃源 过散了没秀没燥的 幸福生活 说不出的 逍遥快活 但这时 沙山已山的黑子 却突然消失了 画面也回到现实 永强的头上 带着虚拟神经装置 原来在刚才 薛身衣的黑人所里 永强已经被黑子 失手砸坏了脑瓜 虽然没死 却也成了植物人 于是黑子就公司 装置了一套 为植物人设计的 梦境机器 这种机器 可以让永强的意识 进入最美好的梦境之中 从此再无痛苦 再无压迫 人人平等 门又贫穷 看着心爱的永强 而沦落到如此下场 老黑郁闷地 发出了一声嘶笑 觉醒个傻呀 嘿